電視機缺料問題擴大 加上材料成本繼續的上漲 4月中開始傳出 現在買電視機有可能要變貴了 而且漲價幅度從一成起跳 消息一出 現在各大電器通路行 電視機又變成了最搶手的商品 尤其55寸以上的大電視 更是一台難求 而面板雙虎 今天也是同步的演出了噴出行情 雙雙都創下了新高價 85寸大螢幕 鮮艷色彩重低音響 沾線十足 聲光效果 宅經濟推升這波電視需求 連展示機都快被掃光 等不及5月份新機來報到 現在就連舊的機款 也是一台難求了 在這一整片的電視牆上 你可以看到 空置的價位反而還比 有辦法展示銷售的電視 還要多 舊機買不到 新機價格也蠢蠢欲動 三星和Sony 兩大日韓電視品牌 新機價格都含漲5到10個百分點 而本土品牌東元申報 更是遭就悄悄漲價 本土品牌差不多在 今年年初就已經有漲5到10%了 那以進口品牌的話 以目前來講的話 因為包括原物料 包括晶片 包括後櫃的問題 所以我們一股會提 那個漲價到10到15%左右 尤其市場趨勢55吋以上 大電視需求熱 原物料價格就漲最兇 光以面板來看 今年1到4月55吋 65吋 75吋 通通漲了24美元 單月漲幅甚至高達8到10美元 目前的話 因為都大型化 所以55吋以上 尤其65吋是熱銷機種 切了很多 尤其比較 一流品牌的幾乎都 大部分都有很多機種 熱銷機種都切貨了 去年全球電視出貨2.2541台 創下8年來新高 看回今年 不只淡機不淡 還猛爆性成長 看來是渴望再戰新高 東森層新聞張博祥 洪沛於台北採訪報導